女人不爱男人的表现 主要归咎于原因 每个人相爱的理由有千千万 但是不爱的理由同样也有千千万 但是终于走到不爱的那一步的时候 也就是无法回头的时候 对于男人不爱好多的理由 什么不合适 他比你好 你不适合做老婆 我们三观不合 我们等等等 但是女人的不爱永远是回不了头的 那就是死了心 男人做多了 让女人死心的事情 自然而然也就没有回头的可能了 都说相爱是积累 同样的不爱也是积累的 当一个男人做多了 让自己女人失望的事情 一而再再而三 事情只有更多没有最多 最多的时候 就是女人撑不住的时候 这时候男人是不负责任的 当他醒来的那一天 女人也会醒过来 不会再狭傻地犯错下去 玫瑰虽然好看 但是他带刺 终归握得太紧会流血 男人们要知道 一个女人如果跟了你很多年 突然间要离开你 因为真正的离开那一次 是最不动声色的 而且也是最失望透顶的 所以这样的离开 就是最无法挽回的 生活中那些恋人绝望的事情 比如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轨 一次次的保证之后 又再一次的出轨 这样的伤害一旦到了极点 那便是无法挽回的 或者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 这样的也是最无法挽回的 这样的感情是终究会走到底的 所以情侣之间 夫妻之间 要多一些真诚 这样的感情才会长久 感谢观看